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有一个有趣的俗称会游泳的佛像,不仅是在泰国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在东南亚各个邻国的信众都不会陌生的。泰国的索通佛本寺名为瓦索通,位于曼谷东边的萨成财府。瓦索通原名为瓦峰,建筑于大成皇朝的末期。 关于瓦峰名称的由来,最初在寺庙前,有树立一只高大的木杆,杆顶上有一只铜制的金凤,大概是取此为标志而称之。 后来,此凤被强风吹落而坠地,只存空顶的木杆。 妙方认为凤将大地是个好兆,而不再将之安放旗杆之上,改用布置佛旗以代替金凤升上顶杆。 因此,瓦峰的名称便被改为瓦索通,搜,一意为木杆之意,通,即是其。索通,即是其杆之意。 关于索通佛祖最初的历史资料无可考据,现在一般都只能凭住历代相传的资料,来做简略的史冠而已,根据泰国艺术处编制的记载。 在大成皇朝时期,缅甸第二次入侵大成皇朝国都,并抢劫寺庙内的金柱佛宝,以融化取金。 信众们为了保护佛像,利用泥浆敷上金佛的全身,并放上木阀漂流而去。 其中有三座兄弟佛佛像,从北部的河流开始溺水而飘。 其中一座棒维采姿态的佛像,最先被信众发现并拉起,供奉在瓦邦布里,取名为龙婆同邦布里。 其后一座托波法像的佛像,在叶公府扶起,并被信众合力拉起,供奉在瓦邦布里,取名为龙婆邦利。 而最后的一座禅定,法像的佛像曾在萨成财府扶起,但当地的信众约有五百个民众在岸上帮忙,花了七天七夜也没能拉上岸,并最终顺河游走。 然后经过一年以后,这一座佛像又神奇地游回来了。 为何说游? 因为是逆河而上帝有回来的,这次村民们请来全府的高僧,设立祭坛,并奉请天神集合法力,以助一臂之力,希望这次能顺利把佛像拉起来。 最后高僧将一条很细的精绳,挂在佛像的手上,然后村民在高僧的指挥下,轻松地把这座佛像拉了上来,并供奉在瓦所通,取名龙婆所通。 在此要说明一点,自三座佛像均为合金铸造。 加上龙婆所通不止溺水而游,还一来一回地游这一神迹,所以被信众俗称为会游泳的佛像。 所通佛的功效 所通佛主要是成愿,泰国民众对于所通佛是非常信仰的。 泰国人都知道,求财运跟事业就是拜所通佛组,而且经商做生意的都肯定会去拜所通佛。 在泰国,有许多经商的,或者公司企业里都会公有所通佛像,据说前程向所通佛祈求的话。 事业、爱情、平安和财运方面都会得到很大的帮助。 同时所通佛在健康上也很有帮助。 而且不得不说的一点是,原来泰国人求子也会去求所通佛的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订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